这次在这里想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文具的日文名称 首先文具汉字会写成文房具读法是文房具 由左边的按钉开始 按钉叫做 垃圾桶是 ゴミ箱 ゴミ本来是垃圾的意思 加上 变成 就是垃圾桶了 至于原笔跑 我们会读 就是平时用的原笔 是日本的本字 叫做 擦胶叫做 消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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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留意 这个消货 我们会用汉字评解名写 字语 ゴム 应该是欧洲文来的 所以会片解名写的 在隔离 有夹 无论是万字夹 或者是什么夹都得 叫做 クリップ 很明显是英文来的 刚才见过 enpitz是原笔 所以木颜色 有颜色那些笔 我们叫做 以螢鉛 柔� 盖griff 旁边有本字典 就只要既成 尺书 版 command 中文 藑� 叫做ハサミ 至于筆左就叫做 鉛筆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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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計數機是 電卓 電卓 咪帽子我們會用 那個產品的名叫做 ポストイッ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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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解刀就叫做 カッター 隔壁的手帳 叫做 鐵帳 平時你寫 哪日做什麼那些東西呢 鐵帳 隔壁 釘書機 叫做 ホッチキス 為什麼不叫英文的 因為ホッチキス 就是發明釘書機 那個人的名字 下面的放大鏡 叫做 虫眼鏡 虫眼鏡 本來是眼鏡 放大 看細的蟲都可以 所以我們叫做 虫眼鏡 虫眼鏡 至於 樓下的 袋 我們叫做 カバン 可以繁殖所有的袋 至於 下面 塗改液 我們叫做 修正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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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重溫這些文具的名稱 可以去回我們的網址 www.todai-mae-japanese.com 在我們的網站那裡 還可以找到很多 其他學習日文的資源 大家 按讚 唐大 前的 YouTube 分享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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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